打赢了两波团还是输了 好的那么我们先来到第三场 阿维基对战ZTR 阿维基在蓝色方首先搬掉了老鼠 而ZTR在红色方是搬掉了千诀 老鼠最近拿出来的几场 感觉是和女警都是新崛起的ADC嘛 但是表现确实比女警高好很多的 而老鼠的话也是上载ZTR惯用的一个AD 没错那这边搬掉了一个千诀 千诀现在打野的里面跟男枪可以说是双雄并利 是 他的胜率是越来越稳定了 就可能前期等级低一点的还看不出来 但等级高了之后他还是能够吃成野区的 妖姬这个点其实搬的还蛮少的 可能是怕二哥 针对二哥 对二哥这个妖姬还是很强的 而ZTR也是把版本热门的瑞兹给搬掉 毕竟瑞兹的胜率是一直很高 而且我觉得现在班榜上面基本上 第一名是暴女然后第二名就是瑞兹 瑞兹也是我觉得在改版之后 那个时光更加适合瑞兹 对现在的话基本上如果放出瑞兹 我记得放了两场都选了 但是打的效果都输了 对就有时候瑞兹他要作为一个主核心来打 但如果是配合ADC核心 可能瑞兹就会显得有点鸡肋 对 好的那么第三首的话 RVG是搬掉了时光老头 时光老头第一天有出场 然后第二天就销声一进 对最近韩服也是越来越火了 最后还是搬掉了 卢西安 道理我都懂 为什么不搬卢西安 上场感觉如果对面换一个ADC会豪达很多 最近国服我就只有这种感觉 道理我都懂 就是不搬 那一首呢 一首现在最热门的三个英雄就是 艾克 黄姬 还有这边刚刚扳掉的卢仙 是的 第一首的话是拿到了沙皇 就是沙皇和维克多这种中弹英雄在中路 真的独流 真的独流 尤其打到后继太独了 就不仅仅是说他的一个爆发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手线能力太强了 根本推不进去有一个沙皇在 对有这种中弹英雄的话 他不会太劣势 看下ZTR的其实在红色方最近你可以从季中赛到现在可以看出红色方的优势是越来越多了 对 其实最后一手能够有一个康特位 对而且他在拿自己的一个体系上也更加方便了就可以一次拿两个 没错 好看一下在选巨魔因为是水银时代的改变所以巨魔在对线上就是说对方出不出水银时代是解不了他的大招 所以就想那随着水银时代改动 杰也是越来越强 但是杰昨天出来一场表现相当之差 看人看人看脸 好那么巨魔应该是确定了上单 那在有了双子被搬掉了之后南枪也是首当其冲的被一选到了打野的位置 但暴女拿出来了暴女真的会如果暴女不稳定其实没有南枪稳定 对但是暴女就是在你如果他在统治野区的时候你发现南枪很劲 就南枪他第一是要干客的时候靠队友的一个帮助才能够干客成功 那如果他线上不是那么好干客的话他只能刷 但是他刷的时候暴女的压制力就体现出来了 对就他可能让南枪的发育受到影响 他一般有暴女的时候他的暴女的补刀都会比南枪高高出来至少20刀 是 这边要选择也不着急因为对方打野已经拿了嘛 对啊 所以先选到自己想抢的一个位置或者英雄 不龙是可以的 不龙配轮子妈那下路的话 基本上就收收收钱就好了 这版本三大ID吗 西威尔卢仙女警 对 看一下西威尔 我觉得第三手说说老鼠也可以哦 看一下切瑞这个选手 还是不龙 不龙 是帮辅助拿的时候不龙 今天好像是第一场放出了暴女 感觉怎么样 第一场我来的时候50 第一场没有没有 不是我说这场没拿 这场是刚放出来嘛 第一次没有班暴女 没有班 鲁文斯妈 这个女警吗 女警今天两场都输了 RVG的话是先拿到下路组合加中路 像他这样一个体系的话 沙皇确实是蛮舒服的 有着队友的一个争议 没错 而对方的话中单维克多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选择 那最后他的位置 他是留了一个没有选 留了一个辅助没有选 他想先选ADC 这两天就有三场 不是最后一种counter位拿的中单 第一场就是小一笑的那个腰机 他在前面就拿了 然后对面拿了个几 那可能就是说沙皇太极 万金勇 对 你拿什么中单 其实没必要放到最后一种counter 是的 而维克多也是一样的 对 然后他把AD放到最后一手 还是要AD 所以先拿了老牛 对 毕竟AD这个位置的话是更重要一些 跟相对于辅助来说 辅助你毕竟就那么几个 对 就能扛前排有控制足够 那牛头的话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到时候我觉得现在因为肉盾辅助的削弱 包括一个回血辅助装的圣盾的一个削弱 其实加奶的那种辅助可以登场了 最近国服就越来越热门的就是风女一个 对 然后还有一个纳美 纳美奶妈 哇 这三个大奶 三大毒瘤 毒瘤倒说不上 但是真的 在线上很强 很好用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 而中路供这边应该是要带一个急跑 其实急跑增强了之后 cd的减少以及 后期移速增加 对确实太强了 但是怎么讲 他在中路如果对方 先看一下对方的打野 如果打野是一个非常凶的一个打野的话 可能他会换技能 对 急跑这个其实喜欢带的人特别少 但维克多这种 就是说你维克多在后期进化自己的Q技能之后 QAE QAE 他对方跑不掉 因为他Q技能一直移速加成 一直移速加成追着走 然后再带一个急跑的话 可能说就是更保险一点 阿维吉的话是拿到上代艾克以及大野蜘蛛 今天三场全出蜘蛛 是的蜘蛛这个点的话 也是我觉得就是宝能够不仅仅收在前期给对方压子里 还有就是在后 后期打团的时候 能让沙皇这种战装输出的人 受到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输出环境 对 前两场蜘蛛一场纯输出 一场纯肉 对 这个纯输出那场 纯输出那场输了 89分钟确实没得出了 换一套 但是纯肉的那场 也输了 可能那个就是卡靠那场 对啊 第二场吧 就是我觉得上一场的话 更多的还是因为对方节奏太好了 对而且我觉得 就烈士的时候 蜘蛛确实显得很乏力 蜘蛛还是出点肉 可能后期作用更大一些吧 嗯 就是说怎么讲 就你家后期的时候 你就发现 就就看对方会不会激活你 你看上一把第一把 碰一下就死 碰一下就死 打了那么久 打了那么久 直直发现 对方的核心 就注意力不在我身上 那我输出没关系 好了 那ZTR最后是拿到了A,D,E,Z 和辅助的老牛 是的 这样EZ加老牛的下路 好像是很久不见了 支持一个之前的王牌组合下集参 对 王牌混 王牌混 就线上不会崩 而我发育绝对不会落后 而因为EZ的一个 就是说他的装备的成型速非常快 就价格也便宜 所以他在线上的话 只需要能够保障自己发育 在25分钟左右 他已经就能成型了 没错 我们的宗旨就是 前期坚决不打架 前期坚决发育 但是如果牛头带给一个雷霆 因为他在南枪 因为南枪需要控制才能干可能 那牛头就保障了这一点 南枪配合牛头 能够在前期给对方压力的话 应该也是可以的 这的话两边也是 阵容选择 就是希望不要像前两场打得那么久 我觉得牛头这一点 旁观的时间太久了 得看牛头 因为牛头虽然他只 他只是缺了一个大招而已 对 而且他只是在 缺了前期的大招 后期没有变 没错 所以这把牛头 我觉得要注意力放在他身上 我觉得有牛头的话 其实打得会比较快 因为牛头这个稳定控制的原因 没错 而且牛头怎么讲 就是他这把还带的是尹燃 对 而对方的话 一个是蜘蛛 还有一个沙皇 这种还真的蛮好击杀的 确实 他万一能把沙皇顶回来的话 基本上就宣告比赛结束了就可以 是的 你一说宣告 就是死亡宣告 死亡宣告 死亡宣告 前两天比赛都是给我们带来一个 宣判对方的死亡 而且他的团队待遇真的好 就人头也要让 补兵也要让 而且就中轮和辅助一般都保护一下 好的 那么我们期待这场第三场的较量 ZTR对战 阿维吉 好的 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三场比赛 那蓝色方RVG 红色方ZTR 也是ZTR的肩膜之战吧 应该说 第一场 期待一下两边第三局的表现 是的 2号 比赛已经暂停 也是握持终于是回到赛场了 对 千呼万唤使出来 是的 这里的话可以看到 买装备的速度 目前是二哥以及他们ADY4 有一个小幅的领先 对方的话应该是辅助 这件事稍微中场暂停了一下 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之前 没有一个控制你出门的时间嘛 所以说当时就有一句话 叫出门慢输一半 对没错 拿到机器人的阵容更是这样 对 到后面的话发现 这样好像不太对 然后就有一个 控制你时间 然后必须得那个时间 你才能出门 再就再往前推一点的 就是新手的时候 对 有一句话叫做 出门慢没一血 对 出门慢没一血 是的 因为我以前都会蹲在 上路的草丛 下路的草丛 对方的草丛 但是自从改版了之后 我们就再也不会有这种 开心的事情发生了 不是改版 我觉得是终于成长起来了 谁都知道 对啊 谁都知道 一级的时候千万别进草丛 我们过去的时候都是一起过去的 对 就说我们成长起来了 我们不会再像以前一样钻草丛 就脸探草丛了 对 上一上我们还讨论说 就是最近脸探草丛的事情 发生的比较少 但是基本上有发生 都是有死亡 对 因为比如说你现在 现在你探照 是吧 你又探照了之后 你不可能再脸探草丛 这种事情发生了 这个蓝色饰品的改动 其实现在还是挺受大家追捧的 是的 就中单AD都要带 有时候你看中单第一 就是说中单自己需要保障自己发育 又带真眼 然后第二就是ADC 那ADC这个规矩就比较尴尬 就是说他有时候 他的辅助会放 放养他 我玩辅助就喜欢放养 很多 现在基本上比较吃香的 都是游走型辅助 比较出名的 MATA 手当其中 对吧 包括平野灵 我们LPL赛区比较出名的辅助 MACO都是比较喜欢游走的 这三个典型都是牛头 对 典型都是牛头 牛头垂石 牛头垂石 还有 那个MACO的活女 这些都是 所以当ADC 就需要会发育 应该是快要进入游戏了 看跳得非常快 应该是准备就绪了 那这场可能也是预料到了 应该会打得比较快 然后为了平均一下比赛时间 所以让他们暂停 我觉得怎么讲 就是时间 等的时间越久 RVG越开心 毕竟RVG第一场 熬战那么久 嗯 89分钟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好了 双方已经买好了装备 双方上单都是带了腐败药水 那这里的话 哎 很少有见到 没有人 就是点那个BUFF增益 或者是刺杀的 全点的小品单 嗯 好看一下 双方的中单都是带了雷霆 而且老牛也是带了一手雷霆 哇 那老牛带这个引燃 在线上对对方的威胁就比较大了 就看Sleek能不能把自己异技能用好了 而他游走的时候造成的威胁也就更大了一些 因为毕竟沙皇这里带的是一个治疗嘛 如果他能够非常有灵性 游走在中路找一波机会的话 是很有可能进行击杀的 是 哦 阿维基 这四个人抱团在这 河道口的草丛看一下 噓 不要打破气氛 有可能要出了 但是够吗 没有太好的控制 应该只是藏了一会儿等对方进来 并不准备入侵 老牛说我又不傻 为什么要过去 坐在这等 毕竟没露头嘛 这个时间点没露头的话 是不可能走到那个地方 除非EZ现在可以放个Q摊一下视野 其实双方都很有经验 他都不敢开Q 就是怕暴露自己的位置 他只是在等 等对方会不会出来 那刚才星光终于应该是 耐不住寂寞 放了一个眼 选择了先手 那这样的话 暴露了位置 对 这样双方应该是大概知道 对方的一个分布了 但其实有一点就是说 Sleek刚才去到上路的草丛 被发现了 噢 那这样ZTR可能有想到 但是因为刚才 刚才不知道星光 他应该只是插了一个 也没有暴露自己 不过我们讲道理就是 这两个下路 没必要换线 都不是很强 对没必要换线 对啊 而推塔也不是很快 他们在线上根本都没有火花的 是的甚至说在改版之后 推塔更慢了 你换他换路的一个收益太小了 对 好了双方都是对线 而这边是两个人都是 应该是七位 一个人单吃到的经验 对 那另一边的话 其实 哎 两边 打野怪 一级打野怪也是 够慢的 够慢的 没办法 嗯 卢仙不在场 你就不要谈速度了 对啊 好中单的话 看双方的一个对线 目前杀黄是先二级 而且两边下路的话 一开始因为打那个 也怪都漏兵了 嗯 就是因为打的吗 是的 就目前来讲中路 一个中路 一个下路 就这两个路的英雄都不太好 爆发人头 对 必须等打野 而上路就不一样了 哎 很奇怪的是这两天上路经常会单杀 对 上路就不一样 因为这边一个是巨魔 嗯 还有一个艾克 艾克 艾克上赛季 也不是上赛季 就是前几个版本 当了那么久的霸主 对不对 嗯 现在怎么可能被你巨魔压 但是巨魔你要知道 就是说巨魔在水赢 是在对他没什么效果的时候 他很想上场的 对啊 不只是巨魔 我觉得现在其实剑机 剑机也是压艾克的一把好手 对 这两个人在线上都是 就只要打的你艾克缩回去的 只要大招不被水赢解掉的英雄 都好开心 都厉害 都厉害 也不是都厉害 就是说他终于不需要去考虑他后期的作用了 他后期必有用 不会像以前一样后期大招没了 就相当于少了一个整整一个技能 哎 我想起来你开始说的那个 就是结的大招不是不能被水赢给解掉了吗 所以说我之前玩的时候看到好多的AD会出金身 可怕 好可怕 学手金身在手 学手女啊 我觉得更合适一些 极致一点吗 极致一点出金身 有钱 我觉得这么有钱 你不如直接去 是吧 直接去杀人 干嘛要理结 其实结在中后期的时候 就算比如说你说的 就是说 有了杀漏的钱 那都是后期的事了 对啊 那这后期的时候其实杰没那么有用了 不如就不管杰了 他杰打到后期 照一般的中单来比都差一些 对 乏力一些 嗯 双关中单 这边确实确实的话一直是在压对方的兵线 但双步道没有落后 没错 这时候雷霆牛跳过来打了一套 反而被西娃打了一套 但是不痛不痒 而且EZ靠着兵线一直在点这边的西娃 对 然后发现两边激战了一波之后 都没怎么掉血 对 也是掉了 除了最后布隆掉的有点多 对 其实也是因为EZ嘛 EZ他的Q技能还有他的 就是能够叠加他的一个战争热忱 嗯 所以他叠加战争热忱的速度会比一些有点快一些 没错 而且两边都有要嘛 所以说 哎 这个下路我真的觉得除非打野来 要不然是不可能出现命案的 对的 BJ在发育 上面打野的情况 一个是蜘蛛 好 这边Manny的话是拿出了一个绿色的打野刀 而对方的沃尺是拿到了红色打野刀 看来是有想法保护自己的野区了 然后现在出红城的话 是 比绿色的少一些的 对 但是在野区作战方面就强了一些 嗯 毕竟挑战嘛 对 挑战者成绩 说起挑战者成绩 我就讲解欧美的挑战者联赛 我最近看了也是各种黑科技 嗯 其实我还挺期待 就假联赛出现 比如说纳尔上单这种营程 对 好 之前还说 就是因为现在有的 黑切降价了 不止是黑切降价 而且 现在呢 有的时候千诀会选择出大冰锤 然后这个装备 我就觉得似曾相识的感觉 哦 原来的纳尔经常出 对 没错的 这个装备好像就现在为止 只有这两个英雄出 实际上的英雄基本都不出 就纳尔 纳尔的话就拿大冰锤去追着肉打 追着肉打 无敌 这里的话巨魔是出了一个萃取 感觉萃取现在不是不是很招人喜欢啊 基本上ad都不出了 因为不换线了嘛 对啊 换线的时候ad出会就感觉自己发育会收到保障 上单也是一样嘛 就上单他知道那这一把巨魔必然会无限的去再现 哎 南枪来到下路 南枪来到下路 就先来看一下老牛有闪 看一下绿毛 绿毛有闪现 直立一个大冰锤 没有直立一个大冰锤 那这样slic必死 拿到一个的是ez 耳边继续追着星光 南枪一个Q留住 打出伤害 继续跟ez跳过来一个 哎 拿到双杀漂亮 还好最后是 蒙了一个闪现出来 哦 那还 但还是太亏了 因为slic他没有反应过来交易 呃 怎么说呢 就确实牛头这个点 你说他要推兵过来 比如说 他推你 你开一眼 你挡着他的w 挡不住Q 对 而且 而且我觉得刚刚是 这个牛头 他真的是 非常的省 他没有闪现Q 对 我觉得换成90%的 职业辅助都会闪现Q 可能是前期试探了几波 发现slic都没有挡 不要这样黑嘛 不是 确实我刚才看 就前期试探了几波 确实没挡嘛 对 我们看了一波 可能是也是 就是跟我们所讲的一样 因为他们前期 感觉不会打起来 他觉得不可能会死人 对 不会死人 无所谓 刚刚布龙也是没有 焦虚弱 我觉得他焦虚弱的话 有可能能逃过一击 布龙能逃过一击 AD是逃不了的 说的就是布龙嘛 但是布龙最后还是死掉了 也是 EZ他浓了太久的 战争认证层促 伤害比较高 而EZ回城之后 直接拿出了 某棱一刃 对 这个浓的速度 有点快啊 七分钟 七分钟就有这样的装备了 那他EZ这一把 反而是比西威尔 高出很多的伤害了 而且两个人头都是由EZ拿到 这对于西威尔来说 简直是 同时都是需要发育的 为什么你这么有钱 噩梦 噩梦 而这一场第一条龙是一条水龙 水龙的话 目前都还没有争夺 其实刚才想打 但想想就感觉 可能是想让 哎 哎 差了一点点 哎 他刚刚要是丢过Q 我感觉就拿到了 他刚差引 所以没反应过 好吧 而且就差那些二十的东西 你南枪A一下 随便A也比你A快吧 过来没帮助 太可惜了 但是也还好的 是兵线比较靠前 所以推过去 也就能回城了 而且EZ大招放过了 所以西威尔应该比较放心 把这波发育给吃完就走 其实下路已经很烈热了 就在 打架方面的话 不知不觉之后 对 闪现外 史丽克没有反应过来 EZ跳上 但是被踏上虚弱 没错 看下这个地方 看下这个地方 A出了不别动 漂亮 再讲牛头 牛头很有可能也要糟 看一下牛头技能CD 会不会反手WQ 没有 直接被拿到双上 但是南枪这个地方来了 闪现 闪现 哇 这一手闪现 躲得非常漂亮 是拦住的南枪 闪现 抓到卧尺 卧尺再见 没了 最后又沙皇收到这个人头 这一波真是大转啊 雪崩 其实一开始牛头 找机会找的真的非常好 非常好 但是就是因为 一开始的那一波 不容没交虚弱 这个虚弱 留着了 对 留住了 然后完成了这一波 反向的一个超越 对 ZTR可能是忘记了 辅助虚弱这一点 不然这波 随便 如果对方没虚弱 肯定是能打得过 因为EC前进作战能力 本来就不强 而且对面的布隆 打出被动是有伤害的 是 啊 真是 那这样Sleek前进失误 就可以一概而过 没错 是两个人都在手 而对线上拿到了CD锤 以及暴风大剑 输出也是跟得上 最关键就是 确实确实他的中单 因为 两 双方的两个中单 都是发育型的 所以当他们拿到人头的时候 你发现 他在线上的压制力 就更强了 而且刚刚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沙皇的支援意识 是更好一些的 包括蜘蛛在后面来的 真的非常的及时 就是打起来了 知道你下路有可能出事 赶紧就跑过来 对 这一波的话 是体现出 阿维迪这个支援能力的 嗯 就一边是蜘蛛 一边是一个沙皇 沙皇在对方打的时候 就已经下来了 对 他这个来的 来的意识真的很好 但是 那边二哥的话 其实是领先一个急跑 但他没有走过来 而且刚刚的那个位置 感觉他作产能力 其实 嗯 没有沙皇强 嗯 毕竟是 一个是追击 一个是跑嘛 对 你可能只能保证队友跑 但是没什么意义 或者他也是想 因为自己家的下路 双人组已经阵亡了 自己过去有可能 再多送一个 是的 还是要稳住自己的一个 线上局势 没错 这样 这 就这一把 双方中塔破的速度 应该很慢啊 对啊 这两个中单就互相倾线 就是得看一下 谁能够拿下一波 完美的胜利了 完美的团战胜利了 二下路一个QA 往YS直接被耗了半血 这个非常的疼 这里 嗯 好消息就是两边的补刀 基本都是持平的 是 基本没有任何的差距 对 这样就双ADC 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上 但是 伴随着就是说 EZ本来应该是压着 就是西威尔 整整 呃 1000块嘛 对 大概1000块 然后被那一波全打回来 被老牛全打回来了 对 就加上补刀的话 1000块都领先 但现在反而补刀也没压制 人头也没领先 什么都没有 就反而西威尔 你看 现在就 配合不龙 你又都不敢上来了 对 而上方的打野 看一下南枪的话 回程是买了三把长剑 哇 这 是没有做出自己的打野刀 他还是挺拼的 那这样的话 是有 是有这种出法 就可能是回程没钱嘛 对 就没办法 那但是为了弥补他 下一波干客的能力 中路 上方的话 并没有用自己的E 所以 这波南枪也没找到机会 哇 直接开大招 雪雪旋 这维克多他一级的时候 就是还没有进化自己的装备的时候 其实大招很难去 就是说一次性放出来 就能够耗血 对 但是现在 他的大招如果在后期升级了之后 就是是能够扣掉很多血 对 就是升级了之后 他大招移动速度变快了 而都知道 就是说在改版之后 维克多他的大招的基础伤害变高了 对 满级大招的时候 甚至说有一千多点 所以说这也是 现在维克多能够频繁登场的一个原因 他甚至是 就是取代了原来应该是妖姬的位置吧 因为我记得在春季赛的后半段的时候 妖姬登场率是非常高的 就可以这样想 就是说装备适应都太好了 你看 深渊 有CD 金深有CD 全部有CD 而维克多这种技能型英雄简直开心的要死 对啊 而上头的话就五五开吧 目前来讲双方都是不太想打架的 这个剧魔是 我觉得剧魔这个英雄真的是 一个选手打出来是一个样子 就你像Zoom那种特别凶的剧魔 然后这个就是 死感就是发育型的剧魔 对 从他萃取就可以看出来了 对 而且他真的是完全没有压爱客 就是两边发育 所幸不错的消息就是 AK也没那种想法 就是AK你看 多蓝戒加上一个黑暗封印 小戒指 完美清线 就一个Q能差不多把先清掉 这也是一种发育型的主张 哎 抓到了一个 埃克 但是因为埃克有大招 还要打吗 这边沙皇也来了 危险 沙皇蜘蛛都来了 一直能捆到 但是这个地方离得有点远 哇 布龙也过来了 这波卧室可能有意识到对方已经来了 所以他什么技能没教 对 也是非常的稳 但是刚刚还是逼掉了埃克的一个闪 对的 埃克吓死了 嗯 这埃克感觉 哎你怎么还不来 对方就很稳 南疆就是不意上来 对 就勾引不过来了 不敢勾引了 这个也是什么东西 留到最后是可能逼出更多东西的 没错 哦 布龙这里也是出了一双五速鞋 真的是有一个游走的心啊 因为现在 五速鞋 好像除了垂石 基本看不到出了 收益性嘛 对 然后垂石现在基本也看不到 主要看收益性 你收益没那么大的话 你出了就感觉三速鞋浪费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因为附魔都没了嘛 好像有一些英雄都 连鞋子都不用出了 说到就是说真的不用出鞋子 改版之后的蛇女 我倒是 对啊对啊 我倒是 蛇女是不能出 她是不能出 对不能出呀 就很尴尬 对啊 但是现在一技能的AP价成太低了 感觉 还是增强了 对 渐渐增强了 对 蛇女还要增强的 不着急 一开始我也觉得 这一阵CD真快 一阵一阵一阵 70点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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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她 那个 现在蓝号比以前 多了一些 对对 倒是W很好玩 就很多看到小月人 进去就说 哎 起不来了就 但是说实话 蛇女在一二阵的时候 压制一阵的墙 对 就QE的 因为她已经CD短了 就算她已经伤害低 但是她前期的时候 双方都是击白离血的时候 不低的 W 中间这个地方看一下 但是 这时候 在后方 西悦尔也在 而布隆这时候 手里有大招 还有闪现 大招 击飞了握持 握持就要闪现 反出一个大招 伤害的话 没有打出来 这时候走掉了 这时候是巨某赶到 进场 这时候布隆已经死掉了 牛头在后 侧面 开出的大招 配合南枪 南枪一个红尘 伤害没有打到 比较可惜 那将是一波 零换一 就杀死了一个辅助的布隆 而且布隆 完完全全是抗塔抗死的 对的 ZTR这波支援也比较快 RVG的话只能是撤退 嗯 但是这一波的话 他们虽然损失了布隆 可是拆掉了对面的中路塔 所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 是的 怎么讲 就是因为双方的话 呃 亏就亏在AD 因为ADC双招全交 而EZ什么技能没交 没错 那在 第一条龙之后 第二条龙刷成了火龙 还是一个 就是水火争霸吧 皆大欢喜吧 一开始 皆大欢喜 你有水我有火 嗯 啊 这个 拿到火龙一边 应该会更开心一点吧 对 但是怎么讲 就是RVG嘛 毕竟RVG这边的阵容 就是一个杀谎 杀谎这种就戳你 但是我不上 嗯 戳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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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 我猥琐 对 你poke我没关系 我有水龙在 每八秒的回复 但你不一样 你火龙 你大波 你第一波 秒不掉我 对 我慢慢就回上来 我回上来了 那摄像是这样摄像 但 说实话还是火龙 老牛这种 老牛这种英雄 哎 这里是网到了 但是 可惜了 慢了一点 没有用意技能过来 对 就说实话还是火龙增益更大一点 因为火龙它是具体体现在百分比的 火龙来的直接嘛 直接一点 直接你 你简单粗暴 对 你装备提供的攻击力 然后生100 那我就生108 对啊 这个来的 来的 大家都看得到 看得到 摸得着 那水龙这种就是 不像水龙 它是热无戏无声的那种 热无戏无声 就能滋润你 但是不会让你很开心 哎 下落 非常漂亮的二连 但是并不能防住自己的塔 我们绿毛也是比较 真的蛮胆大的 因为它没大招 就没大招上来的 可能也是把对方吓到了 对 可能身后站着一帮人 以为 但其实身后没有人 只有一波兵 目前上方的经济的话是因为 RG是有着两座它的领先 是稍微比ZTR多了以前 没错 这个眼非常细节 他不去草丛做眼 就他知道对方肯定 肯定蜘蛛这种英雄配合布隆 齐维尔很容易刷 所以他直接是隔枪插了一个眼 但 拍不过来 但现在其实大家对眼卫的研究 比以前简单了很多 因为会有一个残骸在 对的 大概知道对方的放眼习惯 对 因为很多人都是固定放眼的 我觉得在S4的时候 S4 S3 反正就是说 应该三星那个年代S4吧 应该是 对 就是说有一场比赛 就是他 研究出了 就看 重复看了很多场比赛 分析师或者教练 运筹帷幄的能力 体现出来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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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受到针对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蓝buff在后期越来越厉害应该说 越到后期 但是在前期线上可能发条什么的就不是很喜欢 对 双方都是集结到上路很有可能要开一波团战 而一层是视野的话 双方都是没有大概都不太清楚对方的位置 但还是入侵红buff入侵成功了漂亮 艾克在下路单代的话TP马上好 所以说上路这边要打起来很容易形成5x5的局 RVG的话还在等 还得等自己上单的TP 而且其实他只需要在这拖 上单慢慢把兵线带进去的话 ZTR必然要撤退一个的 所以这时候巨木已经回城了 那这样的话侠谷先锋反而要RVG拿到了 RVG前期在河道的视野确实空的还不错 ZTR这边是没有做 也没有赶过来做 但其实这个侠谷先锋给Many拿好像没有太大意义吧 给Sleek拿我觉得好一点 因为这边普威英雄的话 配合自己的就是侠谷先锋改版之后的魔法伤害会更强一些 没错那这边也是给到了Sleek Sleek的话他暴击嘛 加上自己暴击 然后瞬间的那一下魔法伤害 加上最暴击的伤害 一个W叠出去 很疼 确实 哎 藏着ZTR这边三个人 在藏西方 但是蜘蛛也在侧面 这是一波 已经看到你了 前面有一个眼的 我来勾引了 看能不能勾引成功 Sleek Sleek过来 哎 沙皇也是从侧一包 沙皇过来了 但是沙皇没看到了 很有可能ZTR撤 但是出来了 感谢 上蓝 这个时候维克托还不在 就是牛头开出的大招 牛头只有一级大大招 扛不住 而只有侧面 杀掉Z 哇 阿维基这波反折 非常的漂亮 真的是一波勾引 勾引成功 对啊 而维克托赶到的 有点晚 直接交出自己的双招 想逃 逃掉来到塔下 塔下Sky的话 这边还比较肉 而AK这边也是先撤 而且Sky是有大招的 所以这个地方 他在勾引都OK 只不过对面 只剩两个人了 他们就乖乖撤退就好了 这个塔 让出来 这一波零换三实在是太霸道了 这个就要说是运营运营的 直接大龙 他是眼位的布置 包括在就是运营的上面 勾引上面 真的都做得相当之到位 对的 阿维基这场比赛 诶 EZ的大招 他顶住了 哇 可惜了 因为前面有一个视野 看到EZ大招了 对的 在一个蓝霸 哦 红MUP旁边 那这样子 RVG是拿到了巨大的优势 来到了经济的4000领先 嗯 老牛 闪现Q出去的时候 什么鬼 懵了懵了 这是什么鬼 为什么对面瞬间就来了五个人 是的 好像梅克托交了几走 但是还是没用 他来的还是比较晚一些 已经连续两波了 太可惜了 对 可能这就是交流的 出现了一点点小问题 嗯 主角也是没想到 就可能也不仅仅就是说交流的 交流的问题还在想 就是说RVG是有准备的 嗯 他是五个人都知道要来打这一波 但ZTR是不知道的 ZTR只知道的是三个人 要去抓对方的两个人 就是因为视野上的控制嘛 所以那啥不成反变那啥嘛 可以 好的看一下 下一波 下一波小龙还不知道是什么属性 可以等会儿视角移步来看一下 没错 那这里的话 是风龙 那这一把本场比赛是有水龙 风龙以及火龙 三条龙 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 就是 我这两天看到的 基本上龙前期刷的至少有两条是一样的 重复的一样的 对 那这一把的话三个都不一样 嗯 然后 但是唯一的一条火龙 火龙是给ZTR拿的 这也许就是ZTR的 买 伏笔 嗯 但很难啊 就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WATCH他出 就有红场 但是他 有一点就是说他前期视野宝将没那么多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RWG就靠着这一点点的视野 毕竟有得就有舍嘛 对 他是 他是想想要稳住自己的野区 但是那样的情况下 他就同时放弃了做眼位的一个打野的职责吧应该说 因为现在很多的龙区的野不是辅助来做 是打野来做的 是的 而且有一点就是说 现在双方打野的战斗力不成正比了 对 虽然都是二级大招了 但你可以看到蜘蛛这已经是冰杖了 就男枪现在装备不好 他靠着自己的基础技能伤害 并不能打出太多 他现在感觉蜘蛛现在的一套伤害 如果打拳打到中单或者是AD的身上 能打掉一半以上的血量 嗯 三分之二是没问题 对 三分之二差不多 因为对方的维克多还有Z都是没有魔抗加成 你看辅助也还没有做军团 嗯 所以这个时候蜘蛛和煞黄的戳 可能是对方完全想象不到的伤害 没错 但是老牛这里下一件应该是要做军团了吧 因为他出了个燃烧宝石 嗯 但是他又补了个布甲 嗯 这个布甲 有点尴尬 脱了 脱了一下 因为辅助本来就没钱 穷嘛 没钱 穷 现在没办法出了呀 所以这个时候ZTR他只能靠自己出装来打了 但这个时候很难 看一下 绘绘戳上去体验一下 快感 脱一下 哇 脱一下 就掉了 掉了很多血 再脱一下 毕竟是南枪这里 他只有一个小野魔刀 南枪也没血量嘛 只有抗性 没有血量加成的招备 哇 记住这个一个小W 又是耗了一点点血 对 现在23分钟领先了5000块的经济 对 ROG也不着急先poke 也没什么兵线 等下一波兵线赶到 而YS这个位置确实不太赶过来了 而中单和打野也是靠墙的位置 但是被W刮到了一套暴击 南枪是半血了 嗯 还赶过来吗 应该不太赶了 这次塔肯定守不住 是 那这个大龙buff的话 在上路是成功收获了一座塔 中路塔以及下路塔都已经被破掉了 所以说 现在在三座外塔全部拿掉的情况 野区资源 基本上就是 上面写着三个字母 RVG 而三分钟也是 就在拿到大龙buff之后 加上大龙buff的经济 一直到现在24分钟 RVG已经是拿到了 应该是快7000了 6000多了 6000多 6000多的经济领先 就看一下ZTR能不能扛住这样的压力了 毕竟维克多嘛 维克多这种英雄倾限是没问题 但是他面对的是一个沙皇呀 嗯 就我不赖 我比你更不赖 哈哈 所以就看两个中单 能谁秀得过谁啊 嗯 怎么讲 就是说 RVG这边缺少了一点 就是说他的远程 可能就是他远程有poke 但是ZTR有清线 所以你推不上高地的话 你不能就 你不可能靠着说 一个艾克去强麦 毕竟 锯魔一吸你艾克也不怎么揉 对 所以在塔下来讲 ZTR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的机会 但装备上 我觉得 下 其实RVG稳一点 他只需要跟你拖龙就够了 对啊 你装备一直是落后的 他在往后拖一条小龙完全是可以的 对他完全没必要围绕塔来打 而且刚刚你不是说已经6000差距了吗 但是现在更多了 是的 现在7000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野区他们资源 ZTR完全拿不到 对 而ZTR他就只能归宿在自己的家里 对 等兵线过来 现在不仅仅是视野上的问题 兵线上的问题 野区的问题 连龙 他们都没有办法去掌握一个先级 我其实 其实我好想看一下下条龙是什么龙 但是导播就是不让我看那个图 图腾 我很很很纠结 看一下这一波抓到了SKY SKY的话交出自己的大招 但还是被被动晕住 而ZTR这个时候是有一个 闪现走了 伤害不错 直接逼出闪现 但确实就说 在没有 又上来打了一套 因为自己的队友都已经快要赶来了 是的 还好 巨魔还是太肉了 你看到没有 双方对他们的两个上来都兴趣不大 其实 没错 就打了一套把你技能逼出来也就走了 但是这里的话好像是跟住了 SKY没有了 大招了 西约尔和蜘蛛都在路上 而且SKY直接被大招困住 这地方没闪现啊 也是捆住了 我都必死了 看一下人头 给蜘蛛拿到 蜘蛛跳过来 阿维克多交自己的闪现 反手一个意 也没有造成太多的伤害 那这样阿维克很有可能要推上高地 是说是有兵线的 AK有TP SKY有点浪了 对AK有TP 直接TP过来 不回城了 好的 推上来 是下路应该 阿尔哥这边是怎么回事 这边是被杀光顶回来了 好的 是被切尔切尔直接大招顶过来了 可是杀光大招已经赚了很多了 是的 哦这个好奇怪 没有就是刚才嘛 刚才顶过来了嘛 就是从左边这边嘛 顶过来了 因为是深渊有CD 还有NAS有CD 所以他CD比较快嘛 所以他才滚 你看滚的这么快 刚才确实切尔切顶得真的很漂亮 没错 那现在的话两条龙都是快要刷新了 下一条是什么龙 好期待 好期待好期待 看一下 给个镜头 诶 差一点 可惜了 可惜了 我们与导播的对决 好了 看一下 27分钟 经济的话是来到了 8000 嗯 哇这个8500 8500的经济 怎么打呀 对啊 真替你这天捏把汗 捏把汗 我觉得一会儿应该 玩事儿的请导播吃个饭 哈哈哈 今天 就这么近那么远 可以 今天也是看到很 哇看到了火龙耶 火龙 我觉得如果ZTR拿到这条龙 其实他们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他们没大龙呀 嗯 诶 诶 但是他们在打大龙的时候 因为现在回房也来不及了 我觉得ZTR完全可以去拿 可以拿可以拿 赶紧拿 赶紧拿 这两条火龙 但是他们没拿 对啊 我觉得两条火龙他必须拿 因为他百分比的加成再上一层的话 16 这可就是 加16%的事儿 就相当于另外一件装备了呀 对啊 但是 他们没拿 哇太可惜了 可能也比较怕 没视野一点视野都没有 因为只能靠辅助 还有他们的探照 来做视野 我觉得就算在 对面把大龙打掉的那一刹那 过去拿 就因为是有声音 能看到的吧 那样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们刚刚什么都没做 直接上路又被推掉了 这就是慢性死亡的开始啊 对 两路高地 第二路是上路 而Sleek状态不太好 在这边周旋 不太敢过去 因为维克多多的一个E技能 弹道速度比较快啊 还好是挡住了 那这样的话 一条火龙也要拱手相让 拆掉上路 基本上就可以走了 是的 而且这里的话 根本没有要 根本没有怕你的意思 而且这条火龙 诶希尔尔直接开大来到中路 RZTR的话 不会是要选择一波吧 ZTR是太疲惫去奔命了 因为他的两路兵线都要去少 疲惫奔命 只能是任于 RVG 任人与肉了就是 是的 哇燕子推 天呐这场比赛快要结束了吗 我有点不敢相信 绿毛先手这边 还是被保护住了 因为沙皇的脚非常不错 RVG的大招 看一下 RVG的大招 是成功的阻挡了对方的一个追击 但是 RZTR的失误是导致 其实是直接溢上来 戳死了 那这边是没了 直接一个QG能收药了残血的老鼠 这边的话基本上是 而且二哥的大招已经结束了 所以RVG的队友是成功的回来了 那么是恭喜RVG 今天拿下了两场比赛的胜